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怎么 为什么会限这些问题呢 那这个宇宙舍法界一真状严 为什么会限这个新鲜呢 你设了本性 那本性里面的智慧的相 产生了变化了 这印尼智慧就变成了烦恼 变成了情职 那德行呢 德行就变成了造业 造这个善为严禁业 就造业了 向好呢 向好就变成十发界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直了 不是不起作用 作用变直了 一念觉悟 它就回归到证觉 回归正觉 就是舍宝图 舍宝图里的一真状严 换一句话说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化脏世界 这个这段事情 总得搞清楚 搞明白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知道佛法 在事出事法里头 无比的殊胜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幸遇到 不时容易死去 开尽街上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是百千万劫 今天遇到了 也是彭上身说的 他说 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的 一桩事情 被你碰上了 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 我们遇到了 遇到了当面错过 那就太可惜了 遇到了 遇到了应该怎么样呢 这一生当中 称佛 我们没有本事 把其心动念 分别之者 一下放下 咱们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本事 遇到这个法门行 老是念佛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的情之 烦恼 扶住 就行了 那他不要你 不叫断 断太难了 我这一句 这个阿弥陀佛 能把情之 跟烦恼 扶住 就是中文的 大德常讲 不怕念其 只怕觉知 念头起来 不怕 第一个念头 情之起来了 烦恼起来了 第二个念头 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念头 换成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只许你有一念 不许有第二念 给诸位说 这叫念佛 念佛不是念的 佛号念的越多越好 不是这个意思 念佛就是叫你 把这个烦恼吸气 控制住 时时刻刻 有紧急性 念头才起 马上阿弥陀佛 就不要想 他是想念我念 什么念头 都不要想他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换得要快 那佛字化 第二年又是情之 第三年又是烦恼 念念就迷了 这叫真正会念佛 念佛是怎么个念法的 不能不知道阿 这样念法呢 功夫就得了 慢慢怎么样呢 慢慢的时候 这一天到晚 只有佛号 没有忘念了 功夫从哪里进 古人讲一支箱 我们现在讲24小时 每一个小时 这古代的讲的 还有三五个念头 回起来 功夫不错 大概念佛 要念多久的时间 应当是三年到五年 勇猛精进 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古人讲一支箱 一支箱 长箱一个半小时 短箱一个小时 它是用这个来计算 算时间的 一支箱里头 还有三五个念头 三五年的功夫 才行啊 我们现在想想 不要说 说多 十分钟的时间 你有多少个念头 起来 一面念佛 一面念头 回起来 十分钟 你看看 有多少个念头 不知五过 这说明说 我们不行啊 人家一个小时 才有三五个念头 我们十分钟 就超过它多多了 有时候一分钟都不行 都有念头起来 念佛的功夫得力不得力 就从这里观察 念上个七八年 一支箱里头 偶尔还有一两个念头 念到没有忘念起来的 你这个功夫就扶住了 那叫什么呢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一片 扶住了 在这个境界里头 那就恭喜你 你往生自在了 你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与这个世间还有缘 多帮助一些众生 行 没问题 你在这个世间 哎 住多少年 就住多少年 为什么 是运营力 它不是业力 我们凡夫做不到 凡夫是业力 这就是有寿命啊 寿命到了 医生没用 再好的医生 他能医病 他不能医命啊 如果医生好 这个人寿命到了 阎王派无常小鬼 去抓他 那医生把他赢命了 那 那 阎王不就傻了 没这个道理 阎王 有所谓 阎王 叫人 三根死 不敢留人到五根 延长两根的时间 都不可以 这就是寿命跟疾病 神尼安八四九 疾病当中 医生用错了药了 也能把你治死 如果你还有寿命 依旧能够回来 寿命到了 那就没法子了 那就回不来了 学佛人总的懂这个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